人间的总统有任旗帜 而掌管初天众神的最高神圣玉皇大帝 也有其应时应运的任旗帜 位于嘉义县西口乡平顶的开源佛殿 曾于2019年首次举办玉皇大帝 也就是天宫在人间的就职大典 由严平王郑成功接任 其全名为第十九任中天玉皇大天尊 玄皇高尚帝 这是五千七百多年来 史无前例第一次在人间所举办的 玉皇大帝就职庆祝活动 因此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背后的传奇故事 严平王郑成功的园林来自三十六天大罗天的三陵圣园 经周朝博异考 唐朝陈元光 北宋阳延昭及南明正成功等四次的运印转世 每一世皆为当朝的忠烈名将 视线忠孝结义的精神典拜 展现崇高的伟大圆格 因此每一世都得到上天的赏识 皆赤丰为神 受到后人的尊崇敬仰与奉赐朝拜 我们修行建构要收到三千公八百公 他也三千公八百公 上天五岗九祖要再算 因为要算孝天的主人 所以说大家在那里推荐 推荐到后来就推荐我们 玉平王建成功 因为他有理事将近三千年 广告就一直要来承担这个丹大 玉平王正成功 我们知道他是民主英雄抗星名将 他之所以可以担任第十九任的玉皇大帝 因为他累积了世事的一个功德 为国为民 表现出宗教解义的精神 所以他今天才有办法来担当 新一任的玉皇大帝 干颜佛殿每年很重要的一个一年的开始 正月初九天公生的一个日子 要来扩大举办 祭天公庆祝天公圣日的仪式 最主要来宣扬我们新一任 玉平王正成功 他担任玉皇大帝这个职位 要让更多人世人来了解来知道 这样的一个事实 作为正式中心的一分子 我们很感恋过去正成功 为台湾所付出的努力 跟开启的精神 作为正式的一分子 我们对于民间以及政府各界 在这个正成功诞成400周年 做了很多的庆祝活动 表示万分的感谢 公布 初期的激烈 一百公斑馬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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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萬步幾年來的 一百公斑馬鈴鐺 極情的關係 所有人真的生意都比較壞 所有的突變的一種年中間 我們這個農夫上的 所謂 這裡的民族就要來租責給我們 還要租我們 大家平安順序 再扣三手 扣五扣六扣七扣八扣九十手 三界十方一切神職兩扣手 一扣再扣三扣四扣五十手 台南市政府跟成功寺廟聯合規劃 有多項的重要活動 比如說第一項現在已經執行 就是天公作媒一定成功的 延宵燈會 二月三號已經在我們成功廟 舉行起燈儀式 第二項就是由台南市政府 舉辦春天祭典 最後在十二月會舉辦 贏神功大繞境的活動 將來會掀起這個高潮 象征一整年活動 圓滿成功 目前嘉義西口開園佛殿 正在建設玄皇高上帝的 開基祖廟 廟中有一百六十八尊 二尺二的玉皇大帝神像 等待有公主神指示 來迎請供奉 祈願玄皇高上帝的神威 普照史方 有公勤怡 綿延香細 香火鼎盛 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並必有更多的地方信眾 得到幸福安康 福會綿延 裁員廣盡 萬事如意 公主全華高上帝 萬事無疆 大家公元心大力 可以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